两天后就是中秋节 麟角 小芋头和柚子等硬洁食品再次登上台面 只是他们在巴沙的销量比去年少了足足一半 除了是因为各大超市林立冲击摊贩生意 另一个原因就是年轻一代不了解这些硬洁食品在中秋节的意涵 如果再不推广 或许这些传承千年的习俗将渐渐走入历史 后天就是8月15中秋节了 大街小巷到处都有各式各样的月饼 猪仔饼 月光饼等等 除了月饼和灯笼 还有麟角 小芋头和柚子 也是这个团圆佳节不可缺的食品 华人世世代代都在遵循这个传统习俗 不过大家了解其中的意义吗 是给小孩子他们吃 因为这些是我们华人传统的 所以那些好像会有买那个小小的莲楼 是中秋节的时候我们才有吃的 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那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我知道是在中秋节的时候我们有吃的 别说民众就连售卖这些硬洁食品的小贩 大部分也不知道麟角 小芋头和柚子代表什么 其实中秋节要以麟角 小芋头还有柚子来祭祀神明和祖先呢 是因为麟角代表聪明伶俐 而小芋头是为了辟邪消灾 那柚子呢就是有保佑的意思 不过基于这个大环境的因素呢 这三样硬洁食品的这个销量啊都有所下滑 半山八八沙的小贩们透露 这三样食品的销量十多年来都在下滑 但是对比去年 今年的销量又少了一半 现在很差了啦 卖几楼而已啦 两三楼而已 从前我们卖啊 卖整楼 两楼里啊 从前现在不可以了 以前啊 至少一个结论里面 比如说中秋节啊 可以卖着十箱的小芋子 跟那个麟角也可以卖着五箱 现在没有啦 只有卖两箱麟角 那个玉子也卖着只有五六箱左右 其实这些食品的售价没有太大差别 麟角维持在每公斤12到15令吉 小芋头每公斤10令吉 柚子则是每公斤9到12令吉 不过谁不喜欢更便宜呢 小贩透露 各地有越来越多的超市 即使巴刹里的售价没有上涨 还是比超市来得贵一点 我突然间这边的菜市场的人潮减半 可能是附近NSK开了它会有影响 因为NSK他们是大的集团 他们净货多啊 或是会便宜啊 而且但是我们卖的是比较好的果 价格来是贵 但是我们的果是可以吃嘛 一些人是看价格就没有办法了 很多人是买要便宜啊 不过最致命的还是传统逐渐不受重视 越来越少人会购买硬洁食品 祭祀神明和祖先 尤其是比较崇尚与时并进的部分年轻人 守住传统似乎不是所在乎的 小贩和民众都表示不愿看见传统文化习俗 逐渐没落 希望政治人物或社团 多推广中秋佳节活动 并讲解硬洁食品的意涵 不要让文化的根就此断了 八度空间林晓彤 吉隆坡报导